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邦佐哈里 今日在国库大厦总理办公室 移交1000万令吉拨款给沙华文独钟总联会会长天盟工拿督刘利明 拿督刘利明向媒体表示 这笔拨款对于减轻学校的财务负担和日常运作非常重要 他说 独钟的资金是来自社区及公众的贡献 沙政府的拨款能够减轻负担 确保学校顺利运作 特别是位于乡区的小型独钟 有面对筹集资金困难的情况 因此他感谢沙拉越政府 特别是沙总理关心独钟的福利 今天在国库大厦接见副首相拿督刘利阿摩扎西 在国库大厦早上约10点12分抵达国库大厦 他随后出席及主持12月乡村及区域发展项目协调会议 拿督刘利阿摩扎西 昨日起在12月展开两天的工作访问 其中包括昨日出席在斯里阿曼举行的沙人民党达雅节闭幕活动 将将斯里阿曼副首相拿督刘利阿摩扎西于新时日出席 沙拉越人民党PRS在斯里阿曼举行达雅节卷草席闭幕仪式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政府已批准3亿1500万令吉 作为在斯里阿曼实施2023年第三股东计划新项目的发展 他说这包括提升旧乌鲁斯克朗道路项目 涉及3亿令吉拨款 以及在乌鲁斯克朗的南达恩杂老建造一座新空凝土桥项目 涉及576万令吉拨款 4亿令吉拨款 4亿令吉拨款 与其拨款地址的南达雅党 和国家 因此发展以阿摩扎西补充 新铃纯洁项目 Project Zewa Muni 将继续展开 政府已批准8500万令吉 拨款有关项目将于7月中旬开始进行 4亿令吉拨款 本身并不成为国家 政府将成为国家 制造成为国家 所以现在我想继续 12月在上一届州选举的经验 应该被借用作为西马六州选举中使用 Saya yakin pengalaman PRN di Sarawak itu yang telah kita lalui di Sarawak ini boleh kami pinjam untuk digunapakai agar kestabilan Sarawak ini juga dapat dipelajari oleh 6 negeri nanti dan kita harapkan 6 negeri ini 6 negeri yang akan menghadapi pilihan raya dan kita h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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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ghadapi pilihan raya pilihan raya dan kita harus menghad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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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lihan ray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